三十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容与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会面讨论晶片合作 韩国媒体报道,三星方面有多位高层出席会议,包括三星电子的壮举解决方案部长庆贵显,行动中乱机的MS事业部长卢泰文,记忆体事业部长李珍培,金元代工事业部长崔石荣,系统LSI事业部长蒲庸人等 而在基辛格与理赛融会面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才到访韩国,当时拜登访韩的第一站就是三星电子位于平泽的金元厂 总统拜登的总统拜登上海关系统拜登的总统拜登的总统拜登是一个很高兴的意义 在美韩首脑峰会之后 三星与英特尔联手 也被视为美韩在半导体同盟的重要一步 预料这次合作将带动美韩半导体产业 在更多领域的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红玉婷张其林 综合报道